我们来看 在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的输出电路当中 有这样一个射环电阻器 这个射环电阻器 就是我们教材书上的这种氧化膜 抗冲击能力比较强的 这种电阻器 对于这种电阻器损坏了 如何更换它 关键我们要知道它的组织 清除组织以后 我们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 把它更换掉 比如说刚才这个 这明显是一个四条射环的 一二三四电阻 那么一般来说 像这个金色和银色都是误差环 也就是最后一环 我们基本上不用理它 所以关键就是要看清前面这几条射环的颜色来 那么第一个射环是棕色 第二条射环是黑色 第三条射环是橙色 中黑橙金 对吧 就这样进行 查询它 好 直接打开 安装在我们手机上的这个软件包 点击进去 这是一个四条射环的这个电阻 那么我们直接这里点四 五环就点五 三就点三 好吧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是四条射环的 那就点一个四 那就会弹出四条射环的电阻来 第一个射环是棕色 棕就是一 出来了 第二条射环是黑色 黑色也出来了 黑就是零 对吧 第三个射环是橙色 橘子的颜色 橙 橙 那么最后一环是金色 这个就是黄金 黄金的颜色 表示正负五 它的怎么 误差 那前面三条射环的颜色带 就是一 零 后面呢 就是倍数 加三个零 那就是十克 十的三次方 这就是一个十克的电阻器 当这个电阻爽坏 我们直接也有个十克的电阻 去代换它 保证百分之百没错 如此简单 进行维修 电器 电路板 好 更多电子知识 请关注每一段 也可以点击 每一段主页里面的 装栏 有更精彩 系统全面的 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的 原理有维修实账 案例 可以点击进去看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